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手维交视频 然后呢,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对不对 有多久呢?啊,这我也没法说 然后这个是这一期完成稿,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 怎么说呢,就叫她王婆吧,对不对 为什么叫她王婆呢?大家看到这个妹子呢,手里拿着个西瓜,对不对 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这个妹子,第一,她是爱吃西瓜的,对不对 第二,她可能是个卖西瓜的,对不对 然后,有个俗语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 所以说,我就给她起名叫个王婆吧,对不对 然后呢,这一期为什么拖这么久 然后,好多小伙伴们可能都急哭了,对不对 你们急成什么样呢?是不是有个小伙伴都急的趴在地上打滚 然后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因为放假了,对不对 放假了,回家了,回家之后呢 回家之后发现,啊,这才是人生啊 对不对 就天天度日如年的睡觉 然后一觉起来吃午饭 然后吃完午饭 睡个午觉,睡完午觉 打两把刀打完刀一看 哎呀,晚上了那就睡觉吧 然后偶尔经,偶尔运气好的时候 早上,哎呀,起个好早 然后起个好早之后呢 出去玩吧 反正大概就这个感觉 然后最后就导致 哎呀,好不想画画呀 哎呀,今天又不想画画了 然后最后导致拖了这么久,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先跟各位小伙伴们道歉吧 对不对 对不起了,各位小伙伴们 然后给拖这么久吗,对不对 嗯,然后呢 校园们可能会听见 咦,为什么会有呃 嗡嗡的声音,对不对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嗡嗡的声音是因为什么呢 回家了吗,放假了吗,对不对 我自然而不可能 呃,继续用宿舍的台台式机 然后再加上那25块钱买的麦克风 嘛,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家就只能拿着 带回来这台笔本 啊,然后用笔本的话 就用笔本自带麦克录啊 然后,录了之后发现 哎呀,怎么说呢 一录音 不是,不录音的时候 这笔本很听话 很老实啊 对不对,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就跟 就跟软妹子一样 然后一录音了 他就跟傲娇 他就跟傲娇了一样 对不对 就突然就嗡嗡的响 那缝扇突然就 嗯,就开始转了 我也控制不了 啊,所以说 呃,大家还是细心也听吧 对不对 呃,大家可以自己从脑中 把这个嗡嗡的声音给去掉 啊,显然 这是有点难的 然后呢 这个草基本上快起完了 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呢 就这个画水彩呢 就是这个起草 嗯,随便画一下就行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呃,草稿说白了 没什么用啊 呃,没什么用之后 就大概确定出那个 呃,颜色位置啊 就是你上色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然后差不多之后呢 呃,就开始上色吧 对不对 还是先从肤色开始上 对不对 然后这首歌上一期 上一期有很多小伙伴们 这首歌是什么 然后这一期好不容易又找到了 然后给大家放出来 呃,是录奶的 叫做690什么玩意儿 就是69亿嘛 对不对 啊,69亿还629亿 我也忘了 反正大概就那个意思 大家自己数数 哈哈 然后呢 有好多小伙伴呢 呃,不知道小熊的微博啊 对不对 然后小熊在这儿告诉大家 呃,喜欢 喜欢小熊小伙伴呢 你不只要 点击 B站上面滚滚滚滚滚滚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熊绅士 关注他 嗯,不只要点个这个 你还要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哦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二维码啊 然后大家可以按下小熊绅士啊 皮蛋 尖皮蛋 对不对 呵呵 嗯,大概就那个意思啊 大家先看一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刚才好多小伙伴们发迷之沉默啊 对不对 小熊刚才去上了个厕所 上了厕所呢 然后这个录音开关 然后就一直开着也忘了关了 然后忘了关了之后 就导致他一直就是放在那走 然后回来之后才发箭 然后发箭之后呢 怎么说呢 小熊也是比较懒 比较懒就懒得录那一段 所以说大家就继续看吧 大家可以看到 请问这画了个啥 是一个王婆 是一个萌美的王婆对不对 那王婆在吃瓜 然后吃瓜 他穿着个什么 注意看 他穿着个什么 什么东西 是白衬衫 蓝衣领 又配上一条红丝巾的呢 小熊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妹子 她穿的又是水手服 对不对 然后小熊又画了个水手服妹子 大家可以说 啊小熊你回来了 小熊那去 然后小熊为什么画了水手服呢 因为 事情是这样的 小熊呢 就在那画草稿的时候就想 画什么衣服呢 小熊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啊 这一期画什么衣服呢 完全不知道 看到星人你说的 到底画了什么呢 我今天画了女服装不错 小熊你不是会画水手服吗 你怎么不再画一个水手服呢 我感觉 画一个 连绝表漂亮耶 啊 哈哈 咱们还是问一下魔法海罗吧 魔法海罗 我们究竟画一个什么衣服比较好 紫 水手服 哦 魔法海罗吧 睡 魔法海罗吧 哼哼哼 魔法海罗 你个大傻貌 哼哼哼哼 事情呢 大概就是这样 哼哼 总之呢 呃 怎么说呢 哎呀 我总自己感觉 自己有点逗逼呢 啊 好吧 咱们撇开这个话题继续聊点别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现在 呃 这个妹子呢 基本上 画差不多了 然后大家可以 仔细观察 小熊吧 呢 可以发现 这个妹子 呃 深深 呃 两旁 两旁 对不对 两旁 两旁 有两只咪咪啊 对不对 为什么画两只咪咪呢 呃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 本来想画两只汪汪 然后 画着画着 就感觉 有点像咪咪 然后就可以改成咪咪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画完咪咪我才发现 原来这种东西这么好画 哈哈 然后呢 呃 小伙伴们 平常咪咪没事呢 也可以画点这种动物的剪影啊 对不对 还是挺萌的 挺萌的 小伙伴们 你们都看到这了 是不是该把你们宝贵而又可爱的硬币 奉献出来了 对不对 你把自己的手 锤到自己的胸口上 要说什么 我愿意为小伙伴出我的药臂 Wihoi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这样说了 然后呢 嗯 怎么说呢 既然我画两只咪咪 我感觉 我应该献上我的 最新单曲啊 对不对 然后 我最新单曲呢 是一首 大家小时候 耳熟能详的歌曲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名字叫做 两只咪咪 谢谢大家 两只咪咪 两只咪咪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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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还没有眼睛 真 可爱 真 可爱 哦耶 掌声呢 掌声呢 小伙伴们 尖叫呢 尖叫呢 小伙伴们 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 对不对 好吧好吧 我下一次 我下一次争取 不唱两只老虎了 对不对 然后上一期视频 唱了个小苹果 对不对 那不算两只老虎 我尽量学点新歌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快画完了 然后现在 用小熊特别的 躺 躺 躺水彩技巧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就跟 流了大鱼妈一样 非常可爱 非常处处动人 这种感觉 对不对 小伙伴们可以学一下 这种东西呢 你需要多调点水 多调点水 是调多少呢 大概是 9比1的比例 反正是水非常多 这样这个颜料 才会躺下来嘛 对不对 整体来说 还是不是很难的 不是很难的 怎么说呢 我感觉 小熊我吧 其实还挺萌的 然后稍微做一些细节嘛 对不对 基本上就快完成了 然后 怎么说呢 还是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吧 对不对 然后这幅画 大概就这样了 然后 再勾一下 然后 先 上一地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是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 对不对 小熊呢 在这儿还是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能 支持我到现在吧 对不对 然后 求硬币 求积分啊 小伙伴们 小熊想烧水烟 然后呢 呃 接下来环节 依旧是 大家心中蠢熊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 这些小伙伙伴们的作品 然后这个啊 小熊拿着个什么东西啊 反正挺萌的 然后 人家才不是逗逼呢 其实我就不是 然后下一波 嗯 把小熊萌化了啊 挺萌的 确实挺萌的 还皮蛋 W皮蛋了 然后 啊 什么什么气 可以吗 虽说是女扑控 什么什么 我也看不清 大概就那个意思 然后 绅士熊 啊 一脸绅士表情 然后 吃掉你哦 对 不给硬币 吃掉你 然后 啊 穿水又服 涂在胖子 啊 为什么 我的大家心中总是这样呢 然后这个小熊 小熊咬我 啊 摇你 摇你 啊 然后这个 啊 这个画不错啊 对不对 把小熊画得也挺萌的 然后 然后 这个 哎呀 小熊这么郁姐吗 啊 我的心都醉了 然后还是谢谢大家一直来支持啊 然后 求硬币啊 小伙伴们 然后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